由姚千宇 赵慧南 江超等主演 著名导演刘凯指导的都市情感大戏幸福满满 在今举办发布会 该续讲述的是80后的爱情与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在《武林外传》中 饰演的喜剧人物李大嘴的江超 此番在剧中却来了个大转身 饰演了一个悲情角色 这个戏对我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次机会 也是个挑战 因为以前可能大家主要看的 都是像《清净》这样的喜剧居多 像这样的一个角色 真的很少没有机会来演 而且还能诠释一段爱情 这个从来没有找人找我演过 能让我们把爱情谈完的 基本上谈到一半就被人给甩了 难得在剧中台词恋爱的江超 这一次还有更特别的经历 那就是吻戏 不过他小称 奉献迎评出吻的他 在与女演员的对戏时 可是相当的紧张 我没干过这事 因为没演过 不是没人 我没干过 是没演过 就是没人 以前也没人找我演这事 你没把生活状态带到工作中 没有 你缺交 没有 我挺紧张的 我现在说这事我还紧张 我脸红了 按理说 按理说我演喜剧 但是说我脸挺厚点的 但是实话实说 一提这事我就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因为从来没有 我没有演过这样的 优酷球娱乐 北京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